第二居然来宾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 朱爱代表立华委员 在宾州大学任教的 张晓晓教授欢迎 知识人好 各位观众好 新晓教授是我们国内功能的 第一把教育的国际形式专家 也是我们的海内外观众 尤其是北美洲的 我们的日本的观众 特别说非常喜欢张晓晓教授 每周一的所做的评论 第二位也是国际关系专家 金门大学国际大陆事务学系 助理教授卢正峰教授欢迎 主持人好 张大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礼拜三周三 就是前美国总统卡特 签署台湾关系法 4月10号的4周年 我们在这个礼拜 今天礼拜三 以及未来我会规划 一系列的台湾关系法4周年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 2019年跟1979年不断的对话 40年来台美中日视角关系 变化不断 我们来看一段最新的新闻 台湾关系法迈入40周年 台教会办座谈 讨论台湾在美中关系下 该如何发展 虽然台湾关系法 是台美关系重要法律 但学者认为 台湾的民主化才是关键 如果没有民主化 没有台湾认同的提升的话 你很难去挑战 当初的那种 一种政策 或者一种框架 台美断交之后 美国的每一个动作 背后都牵涉到复杂的因素 原济基金会执行长赖一中分析 美国过去一直把美台关系 放在美中关系的架构下检视 李登辉时期 对美方释出 两者应该是平行线 没被美方重视 但美国近五年 也开始有这样的战略思考 那刚好这个 这样的一个发展 实际上就某种程度是 美国在呼应 1990年代 当时李登辉总统 他曾经要求 希望说能够在美台关系 和美中关系之间 是两条平行线 不会因为一个关系的好 导致应该关系的不好 特别是当川普政府上来以后 因为他反对建制派的 这个作为 虽然说川普本身 他不一定是了解 到底美台关系是怎样 但是因为他反对建制派的 一个作为 是一些非建制派的人 开始进入到 美国政府的核心里面 让这个美台关系 他本身可以独立发展 美国对台湾的合作 他有他自己 可以发展的空间 这样的一个想法 以及思考 变得越来越大 台湾关系法 对台六项保证 让美国长期以来 对两岸保有模糊空间 也让台湾的实质主权独立 继续维持下去 在座的张艺人教授 整整40年前 他就是在宾州大学任教 应美国国会之邀 到国会举行 台湾关系法听证会 就是与会的一位学者代表 另外几位是 比如说陈唐山先生 彭敏先生 是由台湾社团所推派的 所以他是当事人 40年前 这是前AIT处长 杨书帝先生所做认识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我要特别强调 TIA是一项 历久彌新的立法 历久彌新 与时俱进 这是昨天 也是传统基金会 亚太主任 罗曼教授所说的 美国在台湾政治中 角色 他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美国不该有 圈选权 第二 对台关系中 涉及自身利益 美英明确列出 讲得非常好 也就是媒体所做的 今天媒体所做的 台湾关系法40年 这才真的是台美中的 定海神针 我觉得这个形容是 讲得真好 也就是 当然那时候担任 台湾驻美使馆 一等秘书的 陈建仁一秘 他所做的 潘朵拉盒子 另外一位 这个赵索伯先生 在上周四 也在我们节目说 他也是 三位台湾派出的官员 到国务院进行 大概三个月的 一个传输过程 然后这是几天前 突然宣布的 美国实在杂志透露 美国因为 中美贸易谈判 是不是暂时搁置 对台军售呢 也就是F16V的问题 这是 是不是暂时搁置呢 虽然 我方总统府 有所否认 外交部 国防部都有 不同的报道 显然的 这牵涉到 中美台三角关系 我再强调 还有包括 中美贸易谈判 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 是不是已经接近尾声呢 事业底有川习会吗 即使如此 美中的旗舰 仍然存在 也就是 还是有 所谓的经济忍战 观众朋友们记得 我说今年 除了台湾关系法 四周年 也是 伊朗 科文革命 四周年 我曾经听一位 那时候在英国留学的 研究伊朗问题的 台湾学者 目前在 辅仁大学 历史系任教授 陈立乔教授 起立的立 乔乎的乔 陈立乔教授说 他正在研究 伊朗问题的时候 他听到 在英国 说 美国人说 不能只关注 伊朗问题 还要关注 台湾问题 你看 台湾问题 哪怕那时候 在整个西方的学术界 就跟伊朗问题一样 跟台湾 台美断交问题 一样的重 所以你看 美国即将宣布 伊朗的 他们的正式军队 叫做革命卫队 为恐怖组织 这是历史同一招 也就是 伊朗革命四十年了 台医关系 那个创伤 那个割下去的刀痕 仍然鲜血淋漓 我们是不是请当事人的 西人教授 从台美关系 法的四十多年立场 来切入 来谈当今的台海形势 请 美国四十年前 放弃了国民党挣钱 因为国民党 那个时候还声称 代表整个中国 我到国会作证的时候 就说这个美国应该承认 东亚的另外一个新加坡 所谓新加坡模式 就是台湾 当年还是戒严的时候 如果说讲台湾独立 台湾没有人敢报道 所以我说 另外一个东亚的新加坡 因为中国都说 台湾是中国人的后代 所以不能够独立 但是新加坡 也是中国人的后代 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连中国自己都承认 所以我要美国承认 另外一个新加坡 毕竟因为国民党挣钱 被美国抛弃掉了 但是美国的国会 还是非常看重台湾 跟他当时一千七百万的人民 那么因为国民党挣钱 被美国政府丢弃之后 台湾才能够民主化 所以国民党挣钱 在台湾就失去他的正当性 以及他不再是美国支持的一个政权 所以这个重要性 这个塞翁是恩之恢复 如果说从台湾人的观点 来看这个当时的断交 我们会觉得说 因为有断交才有台湾的民主化 总之这个台湾关系法 是美国的国会 这个真正的看重台湾 那么有这个安全条款 当年这个卡特政府 他所提交给美国国会的 一个很简单的综合法案 根本没有安全条款 那安全条款是我们 在那边作证的人要求 后来美国国会 是有这个安全条款 就是说美国应该对台湾 提供这个防卫武器 而且这个美国对于中国 如果对台湾动武 或者说这个采行 这个所谓禁印经济制裁的时候 美国应该有所行动 那么我们看到一九九六年 当年这个中共打灰弹 这个要破坏台湾的民主程序的时候 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的精神 跟规定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来台湾随意监控中共 就是行动 当年国防部长 是我宾州大学的这个同事 他跟我讲 当年美国是准备打 如果必要的话 二十多艘的美国的战舰 准备这个因应中共 对台湾的这无力的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 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安全条款 对台湾的这个安全 对台湾的这个民主化 以及经济上的这种现代化 有很大的这种功劳 所以我们回顾这四四年来 的确台湾关系法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可以说是文件 是很重要的一个安排 当年国防部长 是我宾州大学的这个同事 他跟我讲 当年美国是准备打 如果必要的话 二十多艘的美国的战舰 准备这个因应中共 对台湾的这无力的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 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安全条款 对台湾的这个安全 对台湾的这个民主化 以及经济上的这种现代化 有很大的这种功劳 所以我们回顾这四四年来 的确台湾关系法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可以说是文件 是很重要的一个安排 张杨仁教授那时候提出的 新加坡模式 可以说在整个世界政治 轰动一时了 我印象都非常深刻 因为那时候张教授 也在美国的新闻周刊 我记得最后一页都有做评论 可以说是我们也备受尊敬的 国际级的一个国际关系学者 我向大家预告 本周三4月10号 我也再请张杨仁教授 跟施中峰教授来谈 因为当天就是台湾关系法 四周年 同时呢 因为美国在台协会在这个礼拜 会有一系列 下礼拜也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我这个节目 站在公民立场 也会做一系列的 台湾关系法四周年 我特别邀请张杨仁教授 跟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们 包括林正义指引长 一起来 因为我们要重新建构 新的台湾关系法 因为它是与时俱进的 是不断更新的 我向大家预告 我们也非常认真 我们这个提纲 与台湾人都是张杨仁教授 我常说他所写的提纲 就好像在宾州大学博士班 那个课程一样 非常非常认真 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 非常受到海内外的观众重视原因 为什么礼拜一特别谈国际形势 中宗教授那么巧 也是在金门大学的最前线 当然是台海的危机最前线 但是你也是长期研究国际关系 站在一个 我跟新人教授说 我们要培养多一点中壮派的学者 来做国际评论 中宗教授请 对这个台湾关系法 确实是维系台湾 同时也是美国为国内 唯一的一个国内立法 保护外国的这种这种立法 那当然这几年 美国的国会对台湾的 尤其台湾民主这个进展的支持 越来越强劲 包含包括前几天三号的时候 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 都提出了台湾的确保法案 这是继应该是去年 有一个亚洲再确保法案之后 会对台湾未来跟美国在经济 在这种人道援助 在军事 在这种区域安全的维护上 会对台湾 甚至对台湾的高层官员 跟美国的高层官员 到台湾访问 除了有台湾旅行法之外 另外一个支持台湾的一个法案 那当然这是我们台湾 自己民主的这个整个发展 整个茁壮的这个过程 这就是国内各大政党 一起共同经营的一个成果 所以这几天你也可以发现 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 《华盛顿邮报》一个 Joseph Joachim 这个写了连续两篇的这种文章 这种文章都特别去 把台湾的民主发展 跟习近平越来越集中权力 越来走向独裁的这种 进行了一个系列的一个比较 那当然前几天的川普 在这个第九轮的这个 中美的这个高层贸易谈判 尤其是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到白宫 来见川普之前 川普在共和党的国会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演讲里面 特别提到他2017年的十一月到北军去访问的时候 他认为习近平当这个总统 当这个国家主席是一辈子都来当 他称之后习近平是皇帝 那他也认为习近平喜欢当皇帝 那这个对照台湾的这个民主的发展 跟大陆的这个越来越集权的这种政治的这个发展 是两个很清楚的对照 那其实除了台湾关系法今年是四十年之外 六月四号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 是满三十周年 那台湾的这个民主的成就 跟台湾民主的这个发展 让美国愿意在对 对台湾的这个扮演的一个印太战略里面 自由开放愿景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可以发现最近的美国在台协会 或是国务院华府的这些 有台的这些议员也好 或是国务院的官员 他们对台湾民主的这个发言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坚定 事实上这几天 除了上个礼拜 这个中共的这个歼十一战机飞越台海中线 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John Borden 特别严厉的这种回应 就是说其实这个大陆 这个是一个挑衅的行为 然后他们会坚定的履行台湾关系法 那当然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 这个F16的这个战机的这个出售 看起来应该是还在进行当中 并没有因为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 或是说习近平跟川普 四月底要见面 可能会有延旦 因为整个按照这个旗程的提出 以及我们的整个申请的这个程序 应该就是还在正常的这个进行当中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这几天美国的这个两栖的这个海洋券 在菲律宾跟菲律宾举行年度的肩并肩的这个演习 这个飞机上面搭载的F35的这个战斗机 那这几天日本跟韩国跟澳洲 他们也都陆陆续续从去年开始接收美国的F35战斗机 这个是可以垂直起降 这个是可以短程的这个跑道的 这个战机他们也在都已经开始进入服役 就表示说中国大陆越来越能够突破 所谓的第二岛链 甚至自由的进出这个台海 或是公布海峡 美国对这样的一个情势的发展 都给予高度的关切 那美国出售台湾新型的这种战机 其实不仅仅对台湾民主的一种 一种支持 同时也是对西太平洋地区 对印太地区的这个民主政治发展 一个强而有力的后盾 好 我们再看一段 其实中国当局继续在国际社会 不断地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 包括近日正在召开的世卫大会 不止如此 连民间的国际司职会都受到打压 由此可见 中方对台湾的打压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也正是台湾所面对的挑战 挑战 我引用英国历史家阿诺汤恩比的话 挑战越大 如果你回应越大 正如张艺成教授说的 台湾关系法不是因为这样子 因祸得乎吗 塞翁失马 因之恢复 反而造就台湾的政治民主市场经济 公民社会 我们站在正确历史一边 我拜读了非常多美国知识学者 他说为什么中方对台湾有所顾忌 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 关键 二台湾的战略地位 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 我们来看一段中方继续打压台湾 连民间团体狮子会也不放过 向来以公益慈善为目标的国际狮子会 2019年会即将在米兰举行 不料现在却屈服于一个中国原则 在官网国家列表中标示中国台湾 网站上光是中国就有十个地区有狮子会分会 台湾就被列在最后一个 不只如此最近还传出中国狮子会 在近期的冰岛国际理事会上 提案将台湾的汇集改成中国台湾 我国代表除了表达强烈抗议 也及时向日本韩国印尼等国际理事寻求支持 才暂时搁置了中国的提案 其实早在2002年 中国狮子会就曾向我国狮子会施压 要求将中华民国总会改成中国台湾总会 引发五国狮子会成员强烈反抗 随后将名称改为台湾总会 2004年会员大会上 来自全国1800多位狮子会代表 高举双手欢呼 庆祝会名正式改为狮子会台湾总会 不向中国多年来的压力低头 五国狮子会坚持以台湾之名 在国际上贡献良善的力量 我再度向我们的海内外观众朋友报告 我这个节目有六大主题 国家认同 当时台湾 民主价值 汉外民主价值 公共政策 基层草根 所谓的抓地气 以及文艺复兴公民社会 我们要珍惜台湾认同 民主价值 以及国民社会 这都是大家 可以说是三四百年来 我们的列祖列宗 先知先觉者 共同努力成果 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不只要捍卫 还要为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我在这边主持 我就是引用康德的话 我们有责任 义务承诺 为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我在请教系人教授前 请容许我把相关新闻报道 这是目前仍然在 日本产经新闻年载的 李登辉秘录 强调台湾危机 因为 我也说我也是当事人 那时候我是非常少数 到总统 我跟苏志成主任 跟曾永贤之政 跟张荣峰先生 他也是研究员 共同讨论 然后我在报纸的社论 当然是自由时报 我七天社论都是我写的 七天 然后专栏 把那些应该有的国防国安知识 透过这种文字方式 让大家知道 所可惜者 目前蔡英文政府缺乏 这种媒体的互动 也就是 操盘者 就这位曾永贤先生 他竟然应该跟李总统同年 那时候应该是七十多岁 现在应该是九十五六岁 包括 他也透露了 杨尚坤早就在1992年说 不对台动物 这是 AIT处长丽英杰先生 说 美国派原因来台湾 成绩越来越高 这关键指标 这是 媒体的说法 但是也不无可能 就是 美国好像在替蔡总统在助选 至少这个标题这样说 也就是不管是民进党初选 包括军事外交的奥援等 更重要是 美方主动宣布了 早在2005年陆战队就进驻AIT了 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兼11月中线 美国点名中方片面改变现状 这是刚才郑峰教授所提的 波顿先生说 这种挑衅不会得到台湾的民心 这是国王部官员薛瑞胡先生所说的 中方意图透过这种计划性的恐吓 在台海中线 以及宫古到巴士海峡的行议 包括美方 我觉得当川普总统说 这个习近平是国王或皇帝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好事情 会让美国人想起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而且他不叫总理了 叫Hüller 叫领袖 所以当川普总统说习近平是皇帝或国王的时候 会让美国人马上联想到1939年花动战争者 包括1938年德国总统兼并奥地利 总统兼并捷克 苏台德区 然后花动增花波兰引爆 其中话是美国中美中需一战亦有所指 能不能针对上述的新闻 请谢教授 众文兴评论请 美国究竟会不会说担心把这个新式的武器 飞机卖给台湾 美国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的毁碟还是很多 那么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的政府 这个国安单位 对清除这个毁碟没有做得很好 因此他担心说 很新式的高科技的东西卖给台湾 这些飞机都参数了 各方面就跑到对方去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并不是说美国不关心台湾的安全 他很关心台湾的安全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确要非常重视 那么我一直认为说 美国从2017年的12月 川普政府宣布所谓国家安全策略的时候 认定中国是美国主要的威胁跟敌人 而在那个文件里边 很明白地说到 说美国对台湾的安全 有这个承诺 根据台湾关系法 因此我们要有信心 认为说美国的承诺是可信的 因此不管中共的飞机 甚至于他的船 要对台湾有什么挑衅 这只是他的心战而已 这个1995年 台湾海峡危机的前一年 当时候解放金的副总裁模长 叫做熊光凯 他跟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中国通 叫做福利明讲说 如果美国干预 这个中共对台湾的动武的话 你们要担心 你们的洛杉矶 我们就打洛杉矶 洛杉矶比台湾还重要吧 这样告诉这个美国 这一位高官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这个时空做这种威胁 十年后 2005年 另外一位将军 他今天还在 他叫做朱成吾 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里边说 中国准备 这个动用的核武 来阻止美国保护台湾 他们愿意牺牲 从西安以东的 所有的中国的城市 那么他说 你美国也要牺牲几十个城市 所以这个在2005年 是中共通过这个所谓反分裂法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担心美国干预 因此做出这种恫吓 当然这是心战的一部分 习近平都很了解 说这个今天解放军 不能跟美国打 打不赢 他要等到2035年 那个时候解放军 经过现代化 清除一些贪污的这些官 买官卖官 解放军里边是很乱 不能打 不能赢 所以这个即使说 中共有这些动吼的行为 那只是心战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应该了解到 他们的这些做法 总之 这个我们有这样的心理的准备 无事 离之不来 是我有以待之 不怕他不攻 就让他知道说他不能攻 这是我们这个 可以说孙子兵法 对我们这个国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是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以及信心 晓得说这个我们有朋友 有盟友 因为我们是民主的国家 这个亚太 民主自由的灯塔 所以美国日本的这些国家 都很重视台湾的安全 所以两岸的问题 不只是中国跟台湾的问题 这是国际问题 所以中共的将领 必须要了解到这一点 张艺人教授 长期跟美国的官方 他也担任我们台湾的国安会 忽略处长参与基要 他跟日本跟南韩的智库学者 包括保持密切的关系 这为什么礼拜一 要请张艺人教授 尤其是他非常了解 目前美国川普政府 国安团队的想法 勿势敌之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 我最近读了非常多的 美方智库学者的话说 如果中共解放军跨海作战 至少要一百万 至少 而且要具备海陆空的空忧 但他们的论述里面说 即使发动这个渡海作战 有一个最大引诱是 难道习近平不会担心 中共解放军内部造反吗 不要忘了 他最近这一两年 刚把中方解放军很多 共军头子通通换掉 换了几百位 包括进行对台渡海作战的时候 像蒙古 新疆 西藏 香港 包括内地的地区 难道不会有动乱吗 从这些 美方的情报资料显示 习近平 中共政治局常委决定跨海作战 因为解放军不敢主动发动 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动乱因素 所谓的维稳 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台海危机 的确 郑美这回事 一通电话 说 打假的 打假球 但不得不打 因为李总统的两国论 因为那是后来之前的卡兰尔大学资访 包括台海危机 中共大选 包括 杨善坤早就云诺 对台动物 中文教授 你也长期关心 国际政治下的台海问题 请发表 你的看法 对 刚刚张大使特别提到 两岸越来越增加 人员往来 社会交流 那台湾的这种 跟大陆密切的这种往来 让美国曾经担心 就是卖给我们精密的武器 这个精密的武器的 这个机密会外泄到 大陆的这个中国的手中 那当然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 台湾必须要再去展现的 就是我们有自我防卫的决心 那现在美国应该也会担心 就是我们要买 这个 这几天也有爱国者飞弹的这个批准 那接下来这个战机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有新型的 这个浅舰的这个装备 就是台湾必须要有 就是用特别预算来支付 我们的国防经费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到底有没有办法落实 所以我们自己内部的团结 为了保卫我们的安全 保卫我们的后代子孙的 在这里生存的这种机会 台湾在这种自我防卫的决心的展现 必须要更清楚的来展现出来 那刚刚也特别提到这个2005年 这个美军的陆战队 其实就已经进入台北了 那现在在今年的五月 台北内湖的AIT要真的要正式来启用 那现在不管是北京 或者是我们这边 应该都还是很关切 接下来美国要来的高层官员 当然可以预料的到 会有很多国会议员来到台北 那台湾这个旅行法的这个通过 也差不多有一年了 那这几个月台湾有很多想要参加 这一次台湾总统大选的这些候选人 都有都前往美国来进行访问 那台湾在这个越来越接近这个选举的热潮的 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把台湾自己未来的这种 跟大陆的这种交往的这种意图 或是我们的方向 跟国际清楚来说明 不仅仅只是说安全的这种展现 台湾民主继续往前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假新闻也好 有越来越多大陆对我们的这个 做青年的工作 做更多的这种交流 然后渗透我们台湾社会的这些行为 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安全的 一个防范的机制 除了我们政治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透明之外 两岸交流也必须要往这里来 来更透明 那美台之间随着这个 这个台湾关系法进入四十周年 我们也应该在 比方说在更多的两国的这个 人道的这个救援 或是公民社会的这个对话 甚至是自由民主 在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援助的协助上 互相的有更多的合作的项目 那当然台湾的国际参与的 这个空间的问题 刚刚提到这个私职会的名称背感 这个过去已经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不断在重复 那当然大陆这样做永远不会得到台湾民众的这种支持 那接下来台湾要参加这个WHA的这个这个机会 最近媒体国际的媒体在报道就是有个新型的这种病毒 其实神秘的在传染 传染的这个力道非常的强劲 可能感染了短短两三个月就可能会身亡 所以这个包含在卫生的人道的立场上的 台湾参与贡献国际社会的这种机会 大陆也不应该把台湾的空间挤压掉 接下来台湾要参加这个WHA的这个这个机会 最近媒体国际的媒体在报道就是有个新型的这种病毒 其实神秘的在传染 传染的这个力道非常的强劲 可能感染了短短两三个月就可能会身亡 所以这个包含在卫生的人道的立场上的 台湾参与贡献国际社会的这种机会 大陆也不应该把台湾的空间挤压掉 我们希望我们的政治人物这是微博 在一九一六年 因为一九一四年 德皇威廉二世夸下海口 因为他的参与本部说 我们可以在一个月内攻下巴黎 结果竟然打了两年战争 实际上总统打了四年 这是一九一六年 一战爆发两年后 微博说的 其实他说给那个德国军方跟德皇威廉二世听的 请问热情判断力责任感 如今安在 这一句话 不但送给我们的国内有志参选总统者 也送给习近平先生 你们的风险可是非常大 这是中美贸易谈判的最新的发展 美中旗舰其实很多是结构性的问题的 智慧产权问题 盗窃机密问题 包括中国国营企业被补贴问题 也就是哪怕如此 还是进入经济的冷战 这是刘鹤副总理几天前在白宫 有所见面 川习会可能有可能 但是还没有确定 这是川普不无揶揄的说 习近平就是Emple 就是一个传统的皇帝 这是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下 我们有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 我们在民主价值上 其实可以说继日本之后 亚洲的民主的模范生 这毋庸置疑 也就是台湾关系法四周年 我桌上会再做 未来我们在本周 包括下周会做 请西人教授 从中美贸易谈判 到底是不是进了尾身 还是另外一个经济冷战的开始 来请 我认为中国方面是很努力 做所有必须让步的事情 希望能够终止贸易的冲突 因为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 因此习近平很多地方示好 一些小的问题也许我们没有注意 但是美国人就很注意 比如说中国向美国输出鸦片之类的 海洛因这些药 那么美国人一年死一万多人 那么川普在去年12月1号的时候 跟习近平在阿根廷见面的时候 曾经跟他讲说 你们要多管制 你们这些毒药出口到美国 你们杀害我们多少美国人 你知道吗 这一年一万多 那么现在中国说 当然要加强管制 这些杀人不见邪 这个一年一万多 我们就在想说 如果说有一个中国人 到美国去开枪 杀死几个人 大家会跳起来 但是他用这种鸦片之类的产品 那么很多年轻人都会服用 因为减少紧张 有点像安民料一样 那么吃了会死掉 那么很多人就死掉 一万多杀人不见邪 那么中国表示 他会加强管制 那么整个贸易 的确对贸易的冲突 那么美国的制裁 第一 中国受到很大的冲击 中国经济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因为现在很多外商 包括台商都要离开 这个中国大陆了 因为他受不了 在美国的关税 那么中国的经济 受到很大的冲击 现在五千万以上失业的人 还有更多 所以这个他想办法 能够让步就让步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现在是最后的 这个阶段了 四个礼拜是川普讲的 川普说我不急着签 如果这个协议不好 我就不签 我要最好的 所以现在 这个川普是认为说 美国一定要这个中国 这个真正履行 这个所谓公平付费的这个贸易 结构性的 那么像盗窃的 智慧财产前 强迫这个外商 转移这个科技 那么中国对这个美国 这网络的盗窃 偷很多的秘密 这一些不法的行为 美国都强调说 我们要有一个实行的机制 那么来这个 这个鉴定说 你真正是不是有履行 这一些这个协议 最后再做 所以这个迟早的问题 现在中国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这个尽量能够让 就让少输为盈 他们现在这样一个态度 我请赵中文教授 在台美关系下的一个 中美贸易谈判下的台美的架构 我们国家的自主之道 中文教授请 对应该是明天后天 蔡总统也会跟华府的 三个主要的智库 进行视讯会议 那台湾在这几个月来 随着蔡总统的南太的出放也好 我们跟这个美国的 这个民主的这种价值的是 是站在同一边的 那我们对于这个台湾 站在这个亚太 甚至是印太的这个自由开放的 这个愿景上的推动 我们也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 那当然就是面对的中国的 这个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战 经过八个月 然后九轮的这个谈判 那川普居然是在两年 在二零一七年的四月 在海湖庄园接见 习近平的第一次出访的 差不多也是同一天 也差不多四月七号八号 他称习近平是国王 这个川普现在到底当时候的这个意有所指 到底还有什么有待接下来的这种 再去厘清 不过川普这两个月来 不断的释放讯息说 他跟习近平其实可能会在几个月内 有两次以上的会面 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四月的这个峰会 基本上应该看起来是机会不大 那唯一有机会的是川普 应该是四月底五月初 会到东京来访问 反而是日本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会走得比较近 因为这个天皇 这个卸位会新的天皇上任 川普是要到东京来 那日本的这个内阁官方长官 也打算要到华府去访问 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諮商谈判 也差不多在十六号十七号要再展开 那当然川普上一次打电话 有一次打电话给习近平 然后说他们要在这个阿根廷会面 是安倍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那川普跟金正恩会面完之后 那金正恩也没有再到北京去见习近平 那反而这几天也传出来 这个金正恩可能要到俄罗斯去见补丁 那其实不是只有中美贸易里面台湾的角色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国之间亚太的强国之间在互动 那台湾我们就是持续的把我们的民主政治 然后我们对外开放的经济把它做好 我们可以占我们的立场 在台美关系有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一 台湾的民主价值 以及台湾在亚太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 因为4月30号明年天皇退位 是200年来的所谓天皇 因为神是不可能走下神坛的 但是表示他平民化了 然后皇太子得人5月1号即位 我最后要请西人教授解析就是 今年是台湾关系瓦斯周年 其实也正是日美安保同盟架构下 包括台湾在美日安保 其实美非美韩都有 请问我们在这个状况下台日关系继续 怎么往前迈进 做结论请 台日关系 这个当然 日本是把台湾的安全 看成日本安全的一部分 所以日本非常重视这一点 他跟美国从2005年所谓2 plus 2 2加2的会议 在华盛顿开会的时候 日本提出来美国都很吃惊 说为什么日本这样积极来关心台湾的安全 因为这个2加2那个时候是这个科伊兹米亚小权的时候 讲到这周边有事 台海有事 那么这个美国跟日本怎么合作 所以美国跟日本之间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共识 只是我们不一定知道而已 但是我了解到说 这个日本特意的将领 他们以前在政府里边 包括说他们外务省工作过 他们都认为说 美中战争将不可避免 因此日本要站在什么地方 如何跟中国 这个对付这个中国 而且跟台湾一起合作 我们都站在美国这一边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势 这个让我们看到说 日本扮演的角色 虽然说日本 这个一方面 也在跟中国改善关系 因为安倍的三支舰 这个慢慢要失灵 所以跟中国的贸易是很重要 那么中国因为贸易冲突的关系 它经济衰退 所以影响到 这个对日本的一些 贸易 shooter 贸易冲突的关系 总之 总之 这个日本到想办法 尽可能地正经分离 政治方面 站在美国 站在自由国家这方面 我们看到说 这个 這個日本的這個準航空母艦 這個現在不只是能夠用直升機 美國已經把F-35的V賣給他 所以這個如虎添翼 所以這個安倍跟川普 他們有個共識 就是說這個日本要在整個印太的安全裡面 扮演更重要的這種角色 所以這個我們看到說 這個日本非常靈巧的外交政經分離 那麼這個新的這個令和的時代開始 那麼這個當然安倍是希望說 日本走向一個正常國家那樣的路上 那麼也給台灣一些啟示 我們台灣也要一個正常的國家 跟美國有正常的關係 跟日本將來希望有正常的關係 就是我們的政府那麼我們的公民團體必須要站出來做這樣的主張 周三我會談台灣關係法四周年專題 未來一兩週我都會繼續做 周四會請陳永鴻教授來談令和時代的開始 台灣在印太策略下扮演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 有一本書是探討印度問題的新書 叫做《杜金亡國印度》 這可以說是目前為止最新的一本探討印度問題探討印太策略 我把這本書作為延伸閱讀之用 印度的杜金時代會發展為屬於自己的進步年代嗎 社會不公和裙帶資本主義的危險將被毅然低於捨棄嗎 亦或是過去十年的殘酷統治又會逐漸重現呢 未來的印度社會將是貪腐橫行 不公當道成為另外一個俄羅斯翻版嗎 印度是否實質帶領亞洲下一個下半夜的野心 以及全世界是否寄望於一個更民主開放的未來呢 都取決於印度是否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包括印太策略 印度的角色如何 感謝張教授 盧教授非常精闢的解析 佩服 謝謝